來自魔方的第二彈小可愛將於近日已經推出了 今天我已經動手了 現在就和大家一起體驗一下這個小女人吧 在配件方面 她相對於Pitchard 的小圖女 就多了一個超級勁大的飛鏢 就符合女人的身份 可以安裝在前臂上 同樣就多了一把近戰武器3GX 此外同樣的就是一把小槍和小刀 頭部的活動能力就相當靈活 點頭旋轉頭那些都可以 你不要以為她小小顆 那些活動能力一定是不夠好 或者沒有什麼 好像在玩黏土人那樣 這些主要用得上玩得上的關節 她都包含了一個活動性的關節 在裡面 她是因為她Q版身體 二頭身 所以你才不發覺她的活動性高 我們把兩邊的面珠燈 或者你們叫她的耳朵都可以 左右打開她 拉著頭部 把頸關節伸長 然後去到肩膀 我們把它鬆脫下來 手臂內轉180度 再把她剛才鬆脫下來的肩膀 我們把肩膀拍到腰部位置 到頭部 我們把後面兩個黑色的部件 拉上來 然後背甲也轉上來 把腰部連上下半身 把背脊後面 然後兩隻手都一樣 把黑色的月亮部件 我們把它轉過來 然後再180度 轉下來 手臂這裡 我們要把大腿的位置 卡上去 扣緊 後方車輪 就跟拳頭 扣緊 在一起 把臉部推上去 收起來 最後把黑色這兩個 扣回車中間前面 就可以了 這把槍 就可以收起來 在車底中間的位置 在車底中間的位置 這把槍 就可以收起來 在車底中間的位置 我們可以最合體 組裝上去的頭上 在車底中間的位置 是小女人 黎勒 雖然它的變形 甚至乎是九成一樣 但是 再一次玩 也不會覺得 有厭倦 或者滿意 因為它的變形 結構 整個設計 都相當精彩 造型 也相當可愛 和吸引 至於 由魔方親手設計的新武器 也相當符合女人者的身分 和角色 相比G1 當時的版本 更加精彩 然後 還可以把它組裝 然後 可以很乾淨 整齊 完整 收納 一體化 在車上 這部份 簡直是大大加分 今天分享到這裡 就完結了 我是Stanley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去按like subscribe 和開啟這個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更新 和資訊 今天看的開箱review 就是來自魔方的小女人 我們下次的影片 和大家再見 多謝你的支持 拜拜